黑暗公主風 超適合打卡 音樂式令我們有驚喜 元朗大樹下古廟 是很美的 佩儀現優秀 萬善過此逐道 下半年直到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佩儀 我是Hailey 今天我們是元朗公主和佩儀的Flog 我們今天來到 元朗 對了 你今天會帶我去哪裡 今天我們首先去一間 很大卡牌的Café 然後我們會和佩儀祈求一下 新一年去的打承問是怎樣 我們現在進去了 這麼大的依山而見的感覺 這裡要預訂位的 對 一定要預訂位 所以 有些打卡牌 喝咖啡 很好啊 你經常找到這麼打卡牌的地方 這裡真的是Chill 是啊 就是餐廳的外面 是相當大的 其實這間店很好 我們打算出來拍照 打算叫都不如人 然後她就說 你突然出去坐 外面可以找對方坐 她們好知道我們要些什麼 對 很多人都知道我們需要拍照 我覺得這裡的服務是 真的很貼心 我們可以在這裡拍照 好啊 好啊 其實這個位置也是一個超好的打卡位 剛才Hailey說坐這裡 然後我說不要啦 那麼尷尬 這樣 環境是相當漂亮的 它是幾千尺的感覺 有室內和室外 裝修主要都是黑暗系為主 有一點黑暗公主風 超適合打卡 食物是令到我們有點驚喜 因為真的很適合打卡 超美 可以看到是 但它的價錢都是相對地貴一點 可能一個咖啡都要六十多元 一碟東西都要百五元 它一出來我們覺得 哇 樣子好像很好吃 很漂亮 其實也不錯 不過在元朗這個地方可能有點貴 黑松露的帶子可麗餅 是一個很脆的包皮 裡面是一些高麗菜 加了一些千島醬 酸酸甜甜的開胃 可麗餅甜的配搭我吃得多 但它配這個沙律醬 有點像Pizza的感覺 黑松露帶子煎得很好 很煎軟 還有它有一些火箭菜在裡面 可以看到 Fusion菜的感覺 蝦都很好吃 它的火箭不差 OK 那我現在就試它這個意粉 蝦的大蒜炒意粉 嗯 也是好吃 很重的橄欖油味 有點辣的味道 夾了一會兒也是很鮮硬的意粉 不過它是偏幼一點 天使麵那種質地多一點 整體的調味都是十分之味 它的蝦都是不差的 蝦很大 一口肉煎得有很香腸 很好吃 飲料相對地 對不住的價錢 它可以再好一點 你會覺得這些打卡的咖啡 一定是食物沒那麼好的 但是這裡的食物都真的不差 而且環境很漂亮 很適合做一些周年紀念 或者拜一些女朋友打卡 這樣的情況之下 譬如這裡差不多500元 我就覺得是值得的 就是玩了它的設施 如果大家都像我跟元朗公主一樣 這麼喜歡去一些打卡的地方 港女地方 就是姊妹那麼chill 我覺得這間是十分之強烈的 建議提到你 沒關係吧 讓我嘗嘗袋子 好吃 只是袋子的味道 鮮甜味 蛋就是太陽蛋 應該要拌到可麗餅裡 因為時間關係已經 有點冷 所以我積光了 好 讓我嘗嘗蛋加可麗餅 它挺有可麗餅的 焗了的味道 對 我也是你們的 不要做Hotty 吃東西 對我第一印象是怎樣 我剛才說 我對佩儀的第一印象 我覺得是一個 很斯文的女生 蛤 因為你跟我說話 Hi Hello 就是笑 我完全覺得她是一個很文靜 是嗎 很斯文很有氣質的一個女生 氣質的嗎 Sorry 充滿好感 看到這個女生 我跟元朗公主之前在東網做的 就那時在辦公室裡 坐在一起 整天聊天 所以就很友善 我們真的是在旁邊 我們也算是同期的 一些女生 變成很友善 我們也很開心 人生中一個很開心的食物 很開心的 上班不單止做事 還可以不停聊天 還有我們不同隊伍 都有一些好處 我很多時候會跟她訓 她很多時候也會跟我訓 好像不同隊伍 但大家是大家都支持 因為遇到一些不開心的 在做事上 怎樣 可能會感情 所以大家會支持大家 所以我們就變得好朋友 第一印象主要是有喜 我覺得我們的價值觀 雖然我們有些東西是不同的 但我們是理解對方 我們會理解對方 但這件事很重要 我覺得在友情上 這件事也很重要 就算我有時做得不好的時候 你都會說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很好 可能是個直接 你會說這些觀點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會說的東西 這個直接就是 我喜歡你的一個點 有時又會令人不喜歡我的一個點 又是 就好像榴槤一樣 我經常都說 我好像榴槤一樣 喜歡我的人就很喜歡 不喜歡的人就很不喜歡 我也覺得是 因為你性格很突出 是有點像 思路 喜歡 所以我經常都想成為美絲 這種人 美絲還是大家都喜歡的人 大家好 我是美絲 我會被人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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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球 就是想起球隊 我對你第一印象就是 因為那時 有傳聞說 有個漂亮的記者過來 我已經很期待 那時很想去接近你 很想跟你做朋友的感覺 會特意跟你試好 雖然我也很友情 但那一刻 我是有些特意跟你試好的 不是早餐給你吃 而且我們會一起下班 我們差不多會問 你幾點 差不多時間下班 我們幾點 真的有很好的關係 同時有朋友 但是真的沒想過保持這麼久 朋友這件事不能強求 而且說他不跟我做朋友 就是他是壞人 只可以說大家的緣分 大家人生的階段不同了 就會在這個旅途上 就要說再見 勤勤我們的朋友 我也很感激大家的陪伴 所以我也很感激你 多謝 Mmm 元朗公主也會帶我去 元朗大樹下古廟 聽我媽媽的朋友說 是很漂亮的 那裡出名是說 前面有一棵大樹 所以就叫大樹下的天后古廟 去古廟 go 剛剛我們坐了的士來 然後那個司機說 其實這個時間應該是完美的 對 我們就 就不認識了 不過不要緊 我們來看看 這裡就是這個大樹下古廟 是Hailey所介紹的 很漂亮的天后廟 我們要下第二棵 上這棵了 是66號的 是66號的 是中籤 是66號的 是中籤 是中籤 學生的 例如為何知 你身體都平安 沒有問題 對甚麼行 是 媒體 工作 事業都順利 感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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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正在拍拖 不是呀沒有 我就沒有拍拖 現在到明年 到明年 秋季、冬季 現在半年不記得 下半年就熟悉 到處不容 下半年就抱起 拍拖就成功 下半年就有機會是我老公 要等一年了 好啊 謝謝你 拍拖人生的起事 明年一定有 好啊 成你貴言 到時候過來這裡請你吃東西 好好好 謝謝 剛才解籤人婆婆說我 秋天冬天就有拖牌 我們就拭目以待 如果有什麼好消息 我都會在頻道裡告訴大家 到時候如果真的這麼年輕 大家就可以找婆婆 我們今天的Vlog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看我們 之間的組合多一點 就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會帶她出來拍的 我們一年可能見三四次 但可能一年就有一次是拍Vlog 但之後就希望可以多一點 因為我都很喜歡元朗公主安排行程 她經常都把元朗的另外一面 都展示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們今天的行程 有上來試一下就 可以在info bar那裡看一下那些資訊 我們下次再見 哈哈哈哈 不知道說什麼 好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和SHARE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們兩個IG 元朗公主也開了IG 下次再見 下次我們新年再出來了 好 我們去那個補碟 喔 村 我們很迷信 突然間這麼迷信 因為大家都看過我的頻道 都知道我最近遇到一些事情 之後我就很迷信 好啦 沒有那麼多了 拜拜 拜拜 如果是youtuber也有什麼事情 那你 小媽突然問我 你會哭的 我做youtuber是一個興趣 因為其實回報不大 老實說 為什麼啊 人們覺得youtuber很賺錢 不賺 我自己也賺 可能我貴 很賺 女兒 可能我沒有自己的女兒 所以我很傷心 哈哈哈哈